2008年国庆驻美代表处关闭 隔了14年国民党驻美代表处重返华府 主席朱立伦表示 要向美方强调国民党的亲美路线没有改变 不应该国民党因为没有人在华府 或者因为民进党一党的声音 就把我们贴成所谓的亲中卖台 或亲中反美的政党 我觉得这个对民主的社会是不应该的 同时我们也希望持续的跟美方的沟通 只要是对中华民国有利 对台湾有利的 我们通通都是赞成的 这次访问华府被认为是为2024年做准备 朱立伦强调没有个人考量 只希望未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能够胜选 第一个跟我本人完全无关 我只是作为国民党主席 必须要在我的工作上做好政党的外交 重启驻美代表处 那如果就远程的角度 也为我们国民党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建立沟通管道 所以你自己是那个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我已经很清楚的表达 没有我个人任何的考量 也没有包括我考虑任何自己的部分 我只希望国民党赢 只要希望台湾好 如果你是副手里考虑吗 谢谢 我跟党主席就好 台湾时间星期一晚上十点半 朱立伦将在华府智库发表公开演说 演说重点包括台湾在跨太平洋关系上扮演的角色 以及未来美台合作 台湾民众欢欣的重要议题 至于国民党立场 除了强调国民党亲美路线没改变 也要说明国民党护台湾 保民主拼未来的中心思想 TVB新闻林佳辉美国华府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